香港大絕和新唐人媒體的資深記者梁珍 星期二在家門前遭人襲擊 她在週三的節目中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並表示會堅守新聞理念 無懼中共的打壓 就跳上私家車就離開了 中共不斷打壓香港民主 破壞新聞自由 在香港停播奧斯卡頒獎典禮 破壞大紀元印刷廠 連日跟蹤暴力襲擊大紀元記者 利用喉舌媒體《大公報》 披露大紀元記者的個人和家庭信息等 獨立專欄作家戈壁東表示 這是中共政權的一貫做法 目的是將兩支媒體趕出香港 便於在香港推行極權統治 同時製造寒蟬效應 扼殺香港所有正義的聲音 但事件也顯示出中共虛弱的本質 信仰法輪功的梁珍一直堅守新聞理念 在民主抗爭時堅守前線 穿梭在催淚瓦斯與水竹車前 是備受民眾喜愛的記者 事件發生後 網上民眾紛紛留言 支持梁珍 也感謝她堅持為正義發聲 經歷過校園欺凌 那時候我是躲在廁所裏 不感恩對生的棍棒 但是今天就在我的門口發生棍棒 我都願意高深的講出來 這源於我的信仰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我要感恩的 也是這一點 我也想說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們這一群人 為什麼能夠擁有這個良知 這也就是去了解一下法輪功 這個是我很想讓大家去了解的話題 新唐人記者宇婷 最後報導